- 所謂的空間設計就是不只是室內設計 燈光設計 家具設計 軟裝 它都是空間這一環可以去處理的 可是在現今其實對蠻多人來說 他們其實是會被忽略的 只是說你在過往都會把我們的硬體裝修 跟我們的軟裝去做一個分隔開來 但是在我們現在慢慢的去講究所謂的 綠建材 綠環境 甚至是低度裝修的這個狀態 那軟裝的話就在我們空間的規劃裡面就顯得更加的重要 其實它可以透過很多的方式 透過家具 透過一些擺線 透過一些色彩燈光的營造 讓我們的空間可以有更不一樣的氛圍可以出現 不太需要花太多的預算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們可以換布料 我們可以換家具 他們會覺得不用用工程 不用用工班 這個方式去做這件事情 這有別於以往在用室內裝修的方式去過度裝修的一個狀況 所以未來來講 軟裝師其實它就是一個 可以慢慢的把室內設計這一塊可以更加活絡 更加有彈性變化的一個行業 如果結構來說 它可以是衣服在設計公司內的軟裝師 室內設計公司它可能旗下有很多的品牌 那它可能就希望會有一個這樣的人 或是這樣的部門可以幫他們做一個整合 那這個角色的話 它就等於是它可以佛自己公司內部的軟裝案子 自然而然就會有一個脈絡的DNA 然後佛這主體的大公司這樣 那其實延伸到後來到這幾年就會有一個叫佳配師的職位出來 那它叫做家具配置師 佳配師的話 例如說我們這些展間 那可以佛我們看到的東西來去幫你做一個銷售 那比較佛訂製家具或者是品牌家具會有這個角色 那另外一種的話 比較像是獨立的一個獨立結案的軟裝設計師 那它本身也具有家具配置的能力 所以它也可以是兩個角色都可以做的 現在大家都把它拆成兩個 但其實我覺得在更未來的趨勢下 其實它是講同一件事情 我們竹生設計教學團隊 這次針對軟裝課程 我們推出來的講師群 工作之力都大概超過10年到20年以上 尤其是我們的教學團隊 有劉美或者是劉英的專業的軟裝設計師 比如說我們有對很多大品牌 有形象顧問的這部分的一個專業老師 我們也有做過一些像比較知名建設公司的樣品屋 食品屋 甚至一些接待中間 愛麗絲軟裝集團 本身我們在業界有10年的一個經歷 我們有各大的部門跟showroom 包含家具還有燈飾 窗飾 飾品 以及整合多元的服務 那我們可以這樣軟裝這件事情 本身在這個空間或這個集團內 一次all-in-one的盡可能去完成一個整體的規劃跟配置 所以我們不管是在單個部門的一個專精程度 以及包含整體的一個軟裝的整合規劃的部分 基本上是都可以達到一個完整的一個效果 我們本身所製作的這個教學課程的內容 我們本身所製作的這個教學課程的內容 跟別人的差異性呢 主要就是在我們針對每一個老師的強項 去開設一門專業的課程 然後去符合現在大眾想要重入這個軟裝行業的一些學員們 有一個很中心的一個目標 就是他學的部分是專精而不是分散的 這是我們的一個理想 希望學員在實際的接觸到很多材質、家具以及一些具體的品項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去實操一個project 讓他可以實際的感受到 在業界中我們進行軟裝的案件是怎麼樣操作的流程 以及其中需要擁有哪些能力以及需要注意的一些技巧 也同時培養你具備了一些可以去面試一些軟裝公司 或者將來能夠獨立接案的能力 我們都會在這個課程中逐一的幫各位去實現這個夢想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你要不要高興